大家好,现在江苏泰州,我身后是学镇试院 在明朝的时候,这里属于督察院 清康系后,这里就是扬州府八个县 那个考取秀菜的地方 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写的就是学镇试院 这辆车正好停在人家门口 然后左右两边都有两个这样的小楼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要预约的 我来看看能不能预约的进去 看一下左右两边 还有这样的牌坊 挺有意思的 再看一下另外一边 然后这个墙上有绘画 浮雕 进来了,看一下这个里面 保存的很完整 走,我们进去慢慢参观 今天中午吃完饭以后 到现在连一杯开水都没喝 然后也没吃水果 怎么办呢,没有开水喝呀 行吧,先把这里看完再说 看完看看能不能找到 找到水喝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 就是保留的那个叫什么 考试的那种格子间 是吧 一人一个 一个小格子 看到没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 那个抄袭别人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古时候考试的地方 秀才就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 还是高中生啊 应该是初中生 是吧 我记得秀才嘛 然后 那这后面看到的应该是孔子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应该都是后来翻新过的 看着很新啊 这应该是孔子 没错 万事 师表 没错 然后先看一下这些啊 这个应该是真的吧 有可能是真的 这里面刚才不用预约 他说买票就可以了 门票是30 然后我不是退役军人嘛 所以说 就是给他看一下 我的优待症就可以了 果然是孔子 现在非常安静 因为是中午嘛 所以说人们都吃过饭 在吃饭的 然后我是吃过饭 就直接来了 然后这些是啥 这些是小盒子呗 这些是啥 古时候的那个街道的场景 这个叫住室方的地方 是泰州的一个老的一个街道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啊 不同的角度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边写的是状元地 这就是状元的服装 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个 旅驸马 重状元的那个黄梅戏 我看他那个就是穿的这样的衣服 哎呀 这里面声音好大 估计是在搞维修啊 然后这边 看一下这个小的木雕 看到没 很精致 然后这边就是 中了状元以后 就是 吹罗打鼓 欢送 对吧 起在马上的 状元 跨马 游街的场景 因为状元就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了 应该是 对吧 在古时候能考上状元的话 那是很厉害的 这后面还在升级改造 那我就不看了 我们就出去了 往外面走吧 还在维修当中呢 孔子的老家是在山东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在屈复 去年我从屈复应该是路过了 嗯 对 山东 那才是他真正的老家 这边有个卫生间 那我去洗个手吧 这里面就逛完了 已经走到门口来了 学镇诗院 我也是那天 呃打车的时候 从门口路过了 当时我一看 这块地方不错呀 对吧 这个建设的 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 古建筑的房子 这不得抽时间 过来看一下吗 嗯 还在升级改造 等它改造好了 会更好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市区范围内 我从桥园到中楼巷那边 到这里 就没有看到一个地方有卖水果的 估计卖水果的在市中心 恐怕卖不起 因为这个 是不是门面房的租金太高啊 那不然的话 为什么他们都不在市中心卖水果呢 嗯 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还有就是卖水果的人 确实太少了 所以这吃过饭 想吃个水果 确实有点难啊 想要吃水果 得到我住的那附近 就是越离市中心越远的地方 你才能买到水果 要不然的话 这市中心 我这逛了半天 是一个水果摊 一家水果店都没有 吃不到 口渴呀 也没有水喝 哦水我实在不行 你买瓶矿泉水吧 想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